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画一下红莓 梅花常常被文人莫克 经常表现的一种题材 因为梅花它吉祥耐寒 家庭里你要是放上一朵红莓 显得特别的吉祥和喜庆 梅花的枝干一般用墨 墨呢就是说要 笔尖上要重一些 笔度和笔肤呢 稍微含水量大一些 但是千万不要在盘子当中把眼色就调匀了 梅花质感的交织要避免平行 十字交叉呀 十字交叉呀 写梅如女字就是要斜交叉 红莓的花 一般用薯红 花败一笔圈成或者是两笔都可以 点花的时候要注意疏密 要根据指条的走向 同样点花 笔筹要饱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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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在找春的时候就 首先就开放 他这个就是说 抱春 因此受到人们的血 他在做奈寒的精神 一组花圈过以后 根据每织的走向 你可以再补一些织条 然后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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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 感谢观看